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这里我们要讲的是第87道题 我们来先看一下题目 从第一句话开始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 目前的四颗岩石行星 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的前身 几乎是几十颗较小的天体 即行星胚胎 首先这里面讲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目前的四颗岩石行星 接下来说的是它的前身是行星胚胎 好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一句话我们不太确定它是否能作为手具 我们画一个横杠 再接着往下看,看下一句 下句是说三十多年来 关于月球形成的主流观点 一直是巨大撞击假说 这一句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 有时间 主语是主流观点 主流观点 关于什么的主流观点呢 那就是关于月亮的形成的主流观点 都是巨大撞击假说 这一句话的内容呢和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并且句子中呢没有任何的代词 也没有一些指示性的词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占定为手具 接着往下看 下一句说到了呢 根据巨大撞击假说 我们知道 根据巨大撞击假说 上一句呢也有提到 所以说这两句的前后关系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至于中间有没有插入一两句话呢 还需要我们再继续往下读 根据巨大撞击假说 我们的月球是行星胚胎系列之间的一系列巨大撞击 结合后的一个结果最终形成了地球 所以说这里面呢又出现了一个行星胚胎 这个呢是行星胚胎 这是指的是它第一次出现 所以说第二次出现呢 应该在它之后 应该属于这样子一个顺序 再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在最后一次撞击中 一个胚胎几乎和地球一样大 另一个呢大约和火星一样大 last collision 在最后一次撞击中 一个胚胎 这里又提到了胚胎 和地球一样大 而另一个呢和火星一样大 所以说呢 以上就这篇文章大致定顺序 而在last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信号词呢 比如说current 就是the current the result the last 这三个词呢 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顺序 我们可以把它排一下 从第一句话开始 第一句话呢 讲的是三十多年以来 关于月球形成的主流观点呢 以及是巨大撞击假说 而目前呢current 目前的四颗岩石行星呢 它呢都是由什么呢 都是由行星胚胎所形成 而这个 这个巨大撞击假说 在这之后 巨大撞击假说 是行星 是月球与行星胚胎之间 一系列巨大撞击合并的 最后一个结果 形成了地球 这里面又提到了什么呢 行星胚胎 并且呢 它是作为一个结果 而最后一次撞击 这个撞击呢 其实替代的是这个impact 最后一次撞击中呢 一个胚胎几乎和地球一样大 另一个呢大约和火星一样大 这里呢提到的是最后一次 所以说如果从顺序上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的话呢 就是current result last 并且呢一开始呢 先总的说 现在对于月球形成的观点 好了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 大致逻辑思维和框架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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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